好 我们谢谢志根 不过要说起这一次的世大运 可以说呢 唯一有点可惜的恐怕就是这起棋赛风暴了 好 这是詹勇然在世大运混双棋赛 让谢淑薇在脸书替弟弟抱不平 人在纽约准备要打美网的谢淑薇 今天接受了中世独家的访问 他认为詹勇然竟然已经承诺了国家赛事 就应该要打完 至少也该下场尝试一下 来看龚巴华林姿慧来自纽约的报道 记者在梅王巧遇谢淑薇 他本来要练球 但是碰上下雨因此收工 原本不愿受访的他决定简短接受访问 一句话 你现在心情如何 忍得到嘛 被大远习惯的人要什么心情 保持平常心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有时候是教练团队去沟通 那当然这次事件也没有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一次是因为自己的弟弟的关系 因为我其实在他们晒前就知道很多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这次是 这样子是有点不太好 因为国家赛你既然承诺的话 你应该是打完 你可能真的不舒服 你下去摸两颗球你打完 我真的好像没有办法 但是他打完 光打了就走掉了 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没有过多久 张浩琴也出现在美网 他拒绝接受访问 并且表示姐姐张永然还没有到纽约 不过根据大会接送选手的记录 张永然其实已经抵达 但是不是和妹妹一样 打完世大运就离开 张永然是比赛第二天 搭乘早班飞机 在台北时间29号晚上抵达纽约 由于下了一天的雨 因此赛事被打乱了 原本明天要举行的双打 现在要顺言 因此要听张永然针对弃赛的本身说法 恐怕还要再等一下 记者龚八华林慈慧纽约的采访报道